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8月27日 国米硬汉拉素 新一轮意大利甲祖联赛周六凌晨再度进行 届时国米将做客拉素 M直播会由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拉素开赛投二轮保持不败 但国米开赛两连胜意不遑多让 考虑到国米以往走访拉素并不占优 国米此番难言稳操胜券 拉素赏季联赛进攻端军场 交出2.03个入球的成绩单 足以见得沙里对蓝英的改造算是成功的 作为沙里战术思维最大的一者 是路恩莫比尼上季再一次成为一甲金靴 绝非偶然 在他以及沙智米连高玉杀玉等人的带领下 拉素上季的进攻火力乃一甲第二 至于第一正式本场对手国米 新赛季方面 拉素开局以胜意和保持不败 整体状态上算可以 失路 恩莫比尼早在首轮就打开了入球账户值得称赞 稍微对蓝英有利的是 球队过去主场三次面对国米基本能够占的优势 其中二胜意和军场得失球比位2比1 但其中每场半场都处于0比1的落后之中 可见球队下半场的表现值得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 拉素和国米两支进攻属性拉满的球队相遇从不缺乏入球 双方近5次对决有多达4场全场入球总数达到3球或以上 其中国米近4场各项赛事单场至少入2球的情况下 全场入球总数至少都达到3球 能够想象此番又是一场入球盛宴 其实国米上纪的未免前景并不被人看好 毕竟换了主帅 又失去了罗美路卢卡古 虽然国米确实未能完成目标 不过就整体表现而言 国米都算得上有所交代 他们曾取得过14轮不败的战绩 也只以二分之差位列次席 上纪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艾森沙基队球队的调教里应继一功 同时爱电 迪斯高和哈根查汉路古都完美融入球队并 与队友产生良好化学反应 随着新赛季迎来了罗美路卢卡古的回归 国米中前场阵容方面对比上纪绝对称得上有增无减 新赛季投两轮战罢 国米斩获全胜 其中攻入五球且只有一个失球 罗美路卢卡古甚至在首轮开局二分钟就为球队带来新赛季的首个入球 而国米入局速度一足够快 均能在头二轮联赛中半场就取得入球 根据数据显示拿达路马天尼斯加盟国米以来49场联赛有入球 其中他所入球的联赛中只输过二场 胜率达到73.5% 阿根廷前锋有望成为国米的福星 除此之外 国米近三个赛季前三轮都能够保持不败 综上所述 即使近年走访拉速表现一般 国米都绝对有望利于不败之地 阵容方面 中场轩利克米西达恩应商缺席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